实验三之一 哪些水溶液可以导电? 将电池组、灯泡及碳棒以电线连接 并使两支碳棒相接触 观察灯泡是否发亮 将带测溶液整齐排列于桌面 将蓝色、红色石锐柿纸放在玻璃片上 以玻璃棒沾取带测溶液 分别滴在两种柿纸上 依次完成五种溶液的酸碱性检验 请注意 玻璃棒沾取不同溶液前 必须先用蒸溜水冲洗哦 依次将两支碳棒放入各杯溶液中 观察灯泡是否发亮 及碳棒附近有何变化 将结果记录于表中 请注意 碳棒放入不同溶液之前 必须先用蒸溜水冲洗